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5全角色喜爱强度排行 飞消中榜第一 流营被挤出前三名 2.6可获抽出汇总 复刻角色曝光 2.7烧血击破辅助来了 新穷铁道 2.5上半飞消之羹鸟卡池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随着新五星角色 飞消的登场 截止到2.5版本 角色满意度排行也发生了改动 本期就最新的角色满意度排名 一起来看看吧 角色满意度排行 依旧是按照喜爱分和强度分来评分 首先要说的就是喜爱分的排行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可以看到 随着飞消的登场 角色喜爱排行也发生了改动 原本排名第一的卡弗卡 这次被飞消给赶超 以9分的喜爱分霸榜 这波飞消属是阴麻了 卡弗卡目前是排名第二 再往后是黄泉 刘盈则是被挤出了前三的排名 而说起截止到2.5版本 全角色强度分的排行情况 目前来看 强度分排名第一的依旧是飞消 好家伙 这波鼠石有点出人意料 算上喜爱分的排名 飞消可以说是双榜第一 起码进几期的排行 貌似没有哪个角色是双榜第一的 强度分第二的角色是黄泉 再往后则是排名第三的流营 至于2月4日 卡池的新角色云离 萧丘强度分排名 可以说是相当靠后了 总的来说 随着2.5卡池 新五星角色飞消的登场 全角色喜爱分和强度分 排行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飞消此次 也是拿下了双榜第一 含金量满满 反倒是黄泉 刘盈这两位版本大C 强度分排名不仅被利亚一头 刘盈的喜爱分排名 也被硬生生挤出了前三 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 觉得怎么样呢 新穷铁道2.5下半卡池的凌莎 托帕即将登场 同时2.6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 也越来越近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有关于2.6版本的前瞻直播 预计在10月11日和大家见面 也就20天左右的时间 以及300星穷的兑换码 还是非常香的 除了2.6版本前瞻直播的相关消息外 就是各位开拓者们比较关心的2.6版本 可获奖励的汇总情况了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可以看到 在2.6版本中 玩家可以通过每日任务 获得2520星穷 模拟宇宙 差分宇宙 可以获得1350星穷 加上混沌 虚构 活动等奖励外 其中 林克玩家 最高可获99抽 小月卡玩家 最高可获126抽 大小月卡玩家 最高可获134抽 而说起2.6卡时复刻角色的安排 就目前的说法 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就往传汇总的消息 以及为复刻角色时常来看 截止到2.6版本 为复刻时间最长的 依次使希尔 银郎 刃 真理医生 尹月 锦元 罗莎 黄泉 静流 沙金 托帕 福玄 波提欧这几位 其中除了黄泉 沙金 波提欧外 也全都复刻过一次 黄泉的话 据说3.0之前 不会复刻 也就是说 2.6卡时复刻角色 大概率在沙金 波提欧 希尔 银郎 任这几位中选择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和2.5上半卡时一样 是多卡时角色自选了 至于后续的2.7卡时 目前来看的话 基本上可以确定 是两位新五星角色 停一SP 星期日登场了 其中 SP 亭云虽然提及和超击破有关 但是具体的技能机制并没有放出来 所以说 是不是留营超击破队的售后 目前并不好说 值得一提的是 亭云 SP背景故事来看 也极有可能是烧血家击破家 DOT三位一体的虚无辅助 当然了 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多少 又是烧血家击破家 我看到这次发生了 所以我给你听到 谢谢大家 看看